于伯他帅到没天理 哭到没朋友 他是一个不爱说话 不爱表达 但内心却极其复杂的一个人物 罗云西这块其实处理得挺好的 因为于伯是一个一开始 内心是封闭的 到最后打开心扉 他把这个过程处理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于伯不爱跟别人表达 所以他如何接受这些大哥 接受这个哥哥 接受孩子 接受这个家 接受这些朋友 都需要通过细节来展现 眼神也好 微表情 哪怕肢体语言 所以他就是不能用说的 所以这块我相信 演员罗云西私底下 也做了很多功课 所以说人家现在能哄 我觉得是应该的 很努力很认真 罗云西是一个很乖 很有礼貌 平时私底下 基本上就是收工以后 就回酒店了 我那会儿 因为对他也不太了解 只知道他可能歌唱得不错 没想到这个戏还挺稳的 这也是后面才知道 他每天收工以后 就基本上回酒店去做功课 演员有天赋是一方面 另外更主要的还是 还是努力吧 还是那句话 他火他红他应该 是什么事呢 是什么事呢